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看第四册的第118个重点句 这就是第30课 177页的第四行到第七行 请看这句话 它说 Sir James Clark Ross had obtained a signing of over 2400 fathom in 1839 But it was not until 1869 when HMS Porcupine was put at the dispos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Sivacruces That a series of deep signings was obtained in the Atlantic And the first samples were collected by judging the bottom 他说 詹姆斯·克拉克·罗斯爵士在1839年 测得了一个超过24000英雄的一个海洋深度的数据 但是直到1869年 皇家协会使用皇家舰艇豪诸号 在这个做了几次航行之后呢 才在大西洋里测得了一系列非常深的海洋深度数据 并且通过挖掘海底获得了第一批的海底的样本 这句话 我们首先先看看它的语法结构的分析 白颜色的依然是剧的主干 对吧 说这位在名字前面加Sir不能翻成先生了 翻成爵士 詹姆斯·克拉克·罗斯爵士 在1836年测得了一个超过2400英雄的一个海洋深度的数据 大家注意到这个Sandling翻译着海洋深度的数据就好了 这个尝试知道就行了 Fathom也是个常识的海水深的这么一个单位 叫做鹦鹦 它的长度大概是1.8米左右 所以2400英雄大概是4000米左右的一个深度 但是直到It was not until 1869 大家注意这个but引起第二个病例的句子 这个病例句中用了一个特殊的一个句型 就是咱们比较熟悉的强调句 It was 后面加背墙的成分 背墙的成分比较特殊 是一个时间状于not until 直到1869年 同时说那强盗计后面不应该加that吗 为什么叫win呢 大家注意这个win并不是跟It was 搭配的 这个win是一个非线的线等级总具 修饰1869年在那年发生哪个事情 在那年呢皇家舰艇豪主号被交给皇家协会做了几次行情之后 然后这个that看到了吧 这个that是跟前面的It was搭配的 这个强盗就行 那么到那个时候是如何呢 我们才在大箱里测得了一系列的海洋深度的数据 并且呢通过挖掘这个海底dred 就挖掘海底或河底的什么淤泥啊 或东西等等就挖掘的意思 获得了一系列的第一批的这个海底的样本 sample 这是语法结构分析 下面看一些细节 首先我们看这个里面有个细节叫做HMS 这个作为常识知道就行了 叫皇家舰艇 那么有时候没有三个塑区服务也行啊 没有点也行的 什么意思呢 它是代表这几个单词 就是Her 或者是His Majesty's Ship 叫国王陛下的船叫皇家舰艇 是这国王是男的还是女的 如果说女王呢 那叫Her 如果是男的呢 叫His就好了 就国王陛下的船皇家舰艇 那么后面说was put at the disposal of 来自固定搭配 disposal这个词叫处置权 处置权处理的意思 那么我们有一个搭配叫at one's disposal 或者at the disposal of somebody 表示规某日使用 由他来处理 生死存亡 杀果存留 由他来处置 就归他来使用 给他来使用的意思 这个人如果是个代词的话 一般的属格放在前面 搬成one's某人的 如果是个名词的话 长程的名词或名词短语 一般放在后面 把它换成at the disposal of somebody 把这个人或这个组织放在后面 本文中呢 皇家协会是个比较长的一个名词短语 所以放在了后面 用的at the disposal of the royal society 这么一个结构 那么当然如果把什么什么 交给某人使用的话 动词用什么呢 本文中用的是put was put at the disposal of 我们除了put之外 也可以用place 这两个动词能替换 咱们开个例子 he put 或者说he placed his house at my disposal during my holiday 在我度假期间 他把他的房子交给我来使用 就是我那房子空了 你出我那去吧 he put 或placed put 一般过去还是put 把他的房子交给我使用 交给我使用呢 因为我是个代词me 一般就不说at the disposal of me 这个me太短了 变成鼠格放到中间 at my disposal就好了 在我度假期间 那本文中呢 皇家协会是个名词 所以放到了at the disposal of 后面 只要为了句式平衡 这个被交给皇家协会使用 其实被交给皇家协会使用 咱们翻译中文的可以倒过来 叫皇家协会使用皇家建议豪诸号 就行了 做了几次crew就航行了 几次航行之后怎么样呢 那么才在大箱里 获得了一系列的这个深度的数据 that a series of deep soundings was obtained 尽管deep soundings是复数 但前面a series of a series series这个词是单数 所以后面魏东斯一样用 was obtained 这处为一致的 在大箱里测得的深度数据 并且怎么样 the first sample's DP 样本 被收集来通过什么 通过挖掘海底 咱们试着翻译一下整个这个强调句 说是直到1869年 皇家协会使用皇家建议豪诸号 这个进行了几次航行之后 才在大箱里测得了一系列很深的海洋 深度数据 并且通过挖掘海底收集了首批的样本 这个剧情非常实用 咱们拿着来可以看一下 直到那年发生什么事之后才怎么怎么样 这个我们用强调剧情 it was 强调not until 我们可以加个时间或年代 然后用定义从具 非性能性的wain引导一下 说明在那年发生哪个事 然后再说直到那个时候 某事某事才如何对吧 是这么一个 这个本文中是用这个结构 咱们尝试用这个句型来多造几个句子 非常实用 咱们请看中文 看这句话 他说直到1949年 毛主席宣布 宣布国家领导人宣布重大决定 可用多次proclaim 国家独立了 或对某国宣战了 可以用proclaim这个词 那么中华日文国成立 中国人民才最终获得了解放 获得解放可以叫achieve liberation 咱们不一定用be liberated 因为liberation名词更庄重一些 并且成为了国家的主人 主人可以用master强调权力 这个主人 咱们强调直到1949年 是不是可以说 it was not until 1949 然后后面发生什么事了 那么在那年发生事是 毛主席宣布中国成立了 然后呢 再说中国人民才如何出国 咱们试试看 这句型咱们套用一遍试试看 it was 强调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not until 1949 然后那天发生事是哪个事呢 when chairman Mao proclaimed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那么才怎么样 后面加拿大从军了 that 怎么样 中国人民获得解放 the Chinese people finally achieved liberation 终于获得了解放 并且成了国家的主人 and became masters of the country 好 直到呢 not until 是一个写作中常见的词 叫直到某个时候才如何 但是表示直到才 除了not until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版本 是哪个呢 就是复词only only 也可以表示直到什么 才如何 咱们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only then did he realize that he was wrong 直到那时 他才意识到他错了 only 后面加时间壮语 翻译成直到才 而不是只有才了 这是咱们三册的一个词词 在本文中呢 这个not until 也可以换成这个only 只不过呢 not until呢 后面可以直接加年代 only是副词 后面再在那年代 加继续in 对吧 比如说我们可以这么改 it was 刚才是not until 1869 这里换成it was only in 别忘了加in 1869 when 再说这个事情 后面再说如何如何 that 再写下去 可以 或者把它颠倒被指 only 后面直接加上when 重句 然后说在哪年 放到when 重句内部也行 我们这么说 it was only when hms as porcupine was put at the disposal of the royal society for self cruises in 1869 这个时候把那个186年 放到句子里里面 这个也能成立 只不过刚才那个句子呢 我们强调发生在哪年 现在这个句子呢 强调这年发生这个事情 所以把when 重句 把这个借词段 in 这个借词放到前面 都可以 也是知道 这句话中呢 重点也是比较多的 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说 归于某人使用 put 或place something at one's disposal 如果是名词呢 就at the disposal of somebody 另外一个 就是黄金的句型 直到某年发生某事之后 某物才如何如何 某人某物才如何 用的是 it was 加年代 再加万重句 home that that 这样一个固定句型 最后一个呢 就是我们表示 直到的一些替换 not until 可以换成fuss only 再加时间中 这个形式 好 这句话咱们就看到这里 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看 第四册的第119个重点句 这就是在第30课 177页的第13行到第15行 请看这句话 他说 since the sea covers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earth's surface it is quite reasonable to regard the sea floor as the basic form of the crust of the earth with superimposed upon it the continents together with the islands and other features of the oceans 都是因为啊 这个海洋覆盖了地球表面的大多数的面积 那么我们把海底看作是地壳的基本形态 这是完全合理的 那么在海底之上还附加有什么呢 还有大陆 岛屿以及海洋的其他形态 这句话语法结构是比较复杂的 咱们先看看它的语法成分的分析 首先 逗号前的这个黄烟色的成分是比较好分析的 明显是一个since引导的原因壮益从具 因为 对吧 因为这个海洋覆盖了地球表面的大多数的面积 对吧 然后后面这个白颜色的呢 依然是主具 具的主干 前面这个主语it呢 是个形式主语 这是完全合理的 这个it是形式主语 真正主语呢明显是后面画横线的白颜色的成分 是动词不定式做真正主语 是什么呢 把海底看作是地壳的基本的形态 是这个完全是很合理的 然后关键是后面那个黄颜色的协体字部分 就从with开始到具末 是什么成分呢 我们看到这是由with引导的一个标准的独立主格结构 我们大家回顾一下 独立主格结构是with加上逻辑主语 再加上非位于动词 在本文中前面有这个with 然后呢 非位于动词形式先写了 叫superimpose upon it 被附加到它之上的 superimpose这个极物动词 叫把a附加在b之上 再者是被附加到它之上 它指什么呢 当然是海底了 附加在海底之上的是什么呢 逻辑主语再去末 就是大陆再加上岛屿以及海洋的其他形态 这一大堆东西是被附加到了海底之上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独立主格结构 是在新概念三四侧体系中 唯一的一个与序发生变化的独立主格 为什么呢 相信大家已经做出判断了 它的唯一原因也是为了巨视平衡 为什么 因为with引导的独立主格结构 它的逻辑主语太长了 你看大陆再加上岛屿 以及海洋的其他形态太长了 而其后的非位动词结构 superimpose upon it 就三个字太短了 为了巨视平衡 改变了独立主格正常的预序 咱们看到巨视平衡的优先就是如此之高 竟然可以把这个独立主格的结构 也可以把它打碎 把它打烂 用这个巨视平衡的结构把它排列起来 这个写法我们的写作中 咱们也可以尝试解构 好 首先看看这句话里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巨视结构 就是对某人来说做某事是完全正当的 非常非常实用的一个结构 就是 it is reasonable 或者it is legitimate 或者is justifiable for somebody to do 对某人来说做某事是完全合理的 如果强调完全合理的 可以加复苏quite 也就quite reasonable quite legitimate quite justifiable 这三个形容词可以替换 都是写作中完美的书面一个表达 我们把这三个词跟老师大声来读一下 reasonable legitimate justifiable 好了 因为本文中它没有说对谁来说 所以本文中那个for something被去掉了 但后面这个to do就必须写的 因为这是真正主义对吧 我们可以造误句子 比如说我是对中国来说 要求日本彻底的重新考虑一下 建国神社问题 这是完全正当的 对中国来说 要求日本重新彻底的考虑一下 建国神社问题是完全正当的 非常好写对吧 it is quite reasonable 比如说用reasonable这个形容词 for china 对中国来说 对 那么去干嘛呢 to demand japan to thoroughly rethink 但yashukuni swine issue 这点是完全正当的 这个yashukuni是来自日语了 这个swine是神社神坛的意思 issue是问题 thoroughly 但是英国人都说thoroughly 叫彻底地 彻底重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这是完全正当的 可以这么说 这个结构 比较书面语 非常漂亮 写作可以借鉴 那样形容词呢 换成后面两个也完全一样 好 那么表示做某事是完全正当的 还有一个类似的结构 咱们在新概念三侧见过 就新概念三侧的二十四颗里面 出现了这么一个结构 这个更通俗一些 没有四侧这么难 但写作中可以当一个替捕的 一个替换的一个选手 否则的话 咱们用完一个矩形之后 要换的话 没有货色也是枉然 对吧 这个结构叫 it's all very well for something to do 对某人来说做某事是完全正当的 完全合理的 这个结构也不错 比如咱们看例子 在三侧二十四颗出现这么一句话 it's all very well for something to occur in fiction 他说这种事在小说中发生 是完全正当的 是无可厚非的 你看 对于这个事来说 在小说中发生 这是完全正当的 无可厚非的 这两个句型可以替换 建议大家把这句型牢牢背下来 而不是看一遍明白了 你明白了 阅读解决了 但写作依然不会 因为写作要求比阅读更高 阅读是认识就行 写作要自己操作 所以必须一个字就是熟 说白了把它背下来 否则的话咱们很难得到收用 好 我们最后看一下 这个聚末这个独立主格结构 非常讨厌的这个结构 with superimposed upon it the continents together with the islands and other features of the oceans 我们刚才说过了 superimposed upon it 是个过去分词短语 它呢 后面的逻辑主语 在后面的白颜色的成分 就是大陆 再加上岛屿 以及海洋的其他的特征 其他形态 这一大堆被附加到它之上 这个它当然是海底了 Sea floor 对吧 我们看到正常的语续是这样的 with 在下来的逻辑主语 the continents together with the islands and other features of the oceans superimposed upon it 后面再加这个过去分词 为什么过去分词呢 你的搭配是这样的 superpose a on 或者upon b 把a附加到了b之上 这是superimposed 这个动词的搭配 所以是整个大陆 再加上岛屿和海洋 其他形态 这一大堆被附加到了海底之上 加的一起构成了整个的这么一个地窍 这个结构是独立主格 独立主格 独立主格结构我们说 一般的正常搭配是这样的 也就是前面先加 jitswith 这个with可以去掉 没有也行 然后后面加个名词 或名词短语 这个名词短语就是独立主格结构里面 自己的逻辑主语 从逻辑来看它是主语 后面加飞飞动词 就是现在分词过去分词 或动词不念识等等 这个结构我们在18课的重点中见过 比如咱们看一下104页的第9行 104页第9行出现这么句话 It is possible that upon such an occasion a battle ensued with a shark being driven away or killed 他说很有可能在这种场合之下 一个战斗随之发生了 其结果是这个鲨鱼要么被赶走了 要么被杀死了 我们看这是正常语序 with 然后被赶走和被杀死的是谁呢 是鲨鱼嘛 得吃上了 奴隶鱼后面再加飞飞动词 那么刚好我们这个鲨魔独立主格把他翻译成 把海底看到是地壳的基本形态 上面附加着大陆 岛屿和海洋的其他形态 这句话中有两个知识特别重要 第一个就是一个重点巨型 就是对某人来说做某事是完全合理的 两个巨型可以替换 必须牢牢背下来 另外一个就是独立主格中为了巨石平衡 依然可以改变正常语序 好 这两点在写作中都非常值得大家学习和解解 但是还是那句话必须把它背下来 才真正受用 否则的话学了半天你很难在写作中帮你加分 好 这句话重点我们就给老师学到这里 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看第四册的第120个重点句 这就是在第30课 一百七十七页的十六行到第十八行 请看这句话 他说 from the shoreline out to a distance which may be anywhere from a few miles to a few hundred miles runs the gentle slope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geologically part of the continents 他说 从海岸线开始 向外一直延展到几英里 一直到几百英里之处 是大陆价的缓坡 从地质学来说 它本身也是大陆的一部分 第一个 咱们还是先看看这句话的语法成分分析 因为要把一个长的句写好 首先一个语法的基础必须非常过硬 因为有一点失误 这个句子语法就完蛋了 咱们看看 from the shoreline 整个到逗号之前 这个黄一词的成分明显是个地点状语 从海岸线开始out to a distance 一直向外 向外是向哪里呢 往海洋深处 我们人在大陆 所以向外应该是往海洋深处 这个方向 到达这么一个距离 什么距离呢 后面这个花横线的明显是个定义重距 这个距离 which may be anywhere from a few miles to a few hundred miles 可能有几英里到几百英里之处 这个地方是什么呢 是延展着大陆架的缓坡 continental shelf 就大陆架的意思 这个gentless 就缓坡慢坡了 这个run 在这儿 大家发现用了一个完全倒装语序 这个run 是位于动词 然后后面主语是大陆架的缓坡 延展在 从海岸线一直到海洋深处 这个几英里到几百英里之处 是这样一个语序 这是用了完全倒装了 为什么会用完全倒装 咱们一会儿会解释 总之这个run 在这儿是个不极无动词 它后面这个大陆架的缓坡 绝对不是它的冰语 而是整个句子主语 就是用刀装了 那么大陆架的缓坡是什么呢 从地理学来说 它本身也是大陆的一部分 那么在后面这个黄岩寺的协体字 那明显是做大陆架的缓坡的一个同位语 解释一下 它本身依然算大陆的一部分 而不算海洋 那么在这儿咱们先看这个动词run 这个run在这儿不是跑步的意思 而是一个不极无动词 叫延伸延展 它没有动 就是一个静态的词 叫延伸延展 咱们看例子 There was a path running through the middle of the forest 在森林的中部 弯弯沿沿 有一条小路延展过去 就这个小路弯沿的穿过了森林的中部 这个run在这儿不是跑步 而是延伸延展的意思 在本文中也是这个意思 注意它是个不极无动词 你看后面是没有加冰语的 那么这句话最重要的呢 我们就好好看一看这个完全道中与序 完全道中与序在写作中也特别特别重要 因为写作中要拿高分 我们必须从句式结构丰富多彩 我们有长句有短句 有各样的从句 名词性的定语从句 什么什么状语从句都用上 既有主动也有被动 既有陈述也有道庄 道中有部分道庄也有全部道庄 那么各种语法性都用上 那么自然可以展示出咱们语言功力 在写作中容易冲高分 但是你必须基本的功夫得过硬 你想替换是好的 如果换另外一个句式用错了 就麻烦了 咱们看全部道中与序究竟怎么一回事 其实我们简单来说的话特别好把握 咱们要把书读薄了 其实非常简单 你的记住表示位置 或者表示次序的状语放在去手 只要满足两个条件 那么就得用完全道庄或者全部道庄 就是把整个畏语动词放到这个主义的前面去 以前咱们说过部分道庄 所谓部分道庄就是把住动词 必动词 情态动词 放到主句的这个畏语动词前面去 那么中心的畏语动词 依然在主义的后面 但全部道庄是整个畏语动词搬到了主义前面去 咱们看以前说的部分道庄 它是没有条件的 只看巨手 巨手出现一些特殊词汇 想说否定词 还有那么so 出现such 出现well 出现only等等 后面是部分道庄 但全部道庄呢 不但要看巨手 还要满足两个条件才行 这全部道庄比较麻烦 第一个要注意巨手 是表示位置或刺激的状语方的巨手 然后后面还有满足什么条件呢 这两个条件 第一个主义不能是代词 主义如果是代词的话 是不能全部道庄的 另外一个 谓语不是极无动词 谓语如果是极无动词 不能全部道庄 咱们明确这个全部道庄 跟部分道庄有什么区别呢 它强调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部分道庄 咱们说过一定是强调巨手那个状语 比如说hardly 比如说well 比如说only 再比如说什么so 或such 强调巨手这个词 而全部道庄 它的唯一目的是什么呢 是强调巨末的主语 因为全部道庄 会把整个主语放到巨末 本文中是突出大陆架的缓坡 因为后文中要强调的就是这个东西 在巨手制造一个旋径 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呢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要说的大陆架的漫破 就像在以前说 深蓝的夜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 在中文中也是全部道庄 深蓝的夜空中是表示位置的词 挂着是魏东前置了 什么挂在那 一轮金黄的圆月 是不是比一轮金黄的圆月 挂在深蓝的夜空中 这个陈述一句更能突出金黄的圆月 正是这样一个目的 所以你如果主语是代词的话 代词本身就不强调 你怎么会在代词的时候 用全部道庄呢 你全部道庄强调的一定是个名词 所以代词不合一 那么魏语动词不是急误动词 为什么 如果是急误动词的话 你主语后面还有宾语 你把整个魏语动词放到前面去 主语和宾语求到一块去了 那宾语跑到巨末去了 主语没法强调了 主语和宾语到一块去的话 这句子就乱了 所以必须满足这两个条件 所以它比部分道庄 要稍微麻烦一些 不但要看巨首 也要看是否满足这两个条件 咱们看一下例子 on the hill stands a temple 这个句子中国人熟悉 叫山上有座庙 那么在山上on the hill 是表示位置的 壮语方的巨首了 那么我看到这个主语 a temple一座庙 它不是一个代词 未动词stands 是个不急误动词 它并不是急误动词 两个都满足了 咱们用道庄 on the hill stands a temple 相当于正常语句的 a temple stands on a hill 一座庙处立在山上 好 这个再比如说 in came miss green 格林小姐走了进来 这个in表示项礼 表示位置 对吧 那么主语miss green 它并不是个代词 未动词came 是个 并不是个急误动词 好 都满足了 用全部道章 in came miss green 而不能说in did miss green come 这是全部道章 必须把整个 未动词放到前面去 相当于miss green came in 格林小姐走了进来 这两个句子呢 中文中也都可以用道庄 比如说第一句话 陈树雨雪是一座庙处立在山上 在中文中道庄呢 山上处立着一座庙 是不是突出这个庙了吧 再比如说 格林小姐走了进来 这是陈树雨雪 道庄呢 一推门进来了格林小姐 是不是进一步突出格林小姐吧 慢慢就有体会了 但注意下面句子不能道庄 out he went 他出现了 这句话是正确的 他不能道庄 为什么呢 他的主语he是一个代词 你总不能这么说 out want he out want he 非常变怒 因为he是代词没法强调 对吧 所以这个道庄是错的 再比如说这句话也不能道庄 为什么呢 他不满足第二个条件 就是他的未动词 极无动词了 on he saw john saw mary 在山上约翰看到了玛丽 你能这么说吗 on he saw john mary 在山上看到了约翰马丽 到底是 是谁看到谁啊 就乱套了 你跟马丽跑到剧墨去 约翰没法强调了 那位主语避避避道了 一块乱套了 所以这个这个 极无动词是不能道庄 大家记住啊 部分的这个这个 部分道庄没这个限制 因为部分道庄未动词 依然在后面 他是柱动词往前提 情态动词必动词 所以呢 主语和避避避然是分开的 而且在部分道庄中 甭管主语是什么 都要部分道庄 他只看几首 但全部道庄 不但看几首 也要看这两个条件 特别好掌握 对吧 咱们再看表示次序的 咱们不是表示位置和次序吗 表示次序也一样 比如说我们排队买票 春运的时候买火车票 排了半天排了两天了 终于到号了 一不说now comes your turn 该你了 过来吧 now comes your turn now 表示次序吧 刚才是他 现在是你了 your turn 不是代词 come 不是几乎动词 全部道庄 now comes your turn 这用的是对的 再看这个 三册五十六克 河流我们的邻居里面出现一个道庄 叫next came a horse 先顺流而下一头死羊 后来又来了一匹马 随后next表示次序 刚才是羊 现在是马 然后呢 马并不是一个代词 是名词 那么come 并不是一个极物动词 好了 全部道庄 next came a horse 就好了 这是完全道庄 全部道庄的语序 也就这么点玩意儿 咱们在牢牢掌握住之后 写作中 就可以给人的文章 增光天才了 建议大家好好复习 还有巨默的同语里面 geologically part of the continents 从地质学来说 是大陆家的一部分 是大陆的一部分 地质学 地理学 还有我们几何学 大家可以同时记记 做个辩析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geo geo 三个字母放在一块 就是表示earth 大地 地球的意思 logy 或者ology 有没有第一个字母 都行 都是去研究的意思 研究大地 是地质学 geo 也是大地 graphy 是表示写字的意思 write down something 写下来 记录下来大地的情况 是地理学 我们的明代的 徐霞克 是地理学家 不是地质学家 地质是研究大地 什么 延时标本 地质断层的 而地理是记录大地情况 当时徐霞克 只能做地理学家 他无法研究 这个大地延时的结构 所以他是地理学家 不是地质学家 还有geometry geo是大地 metry这个字根表 是错量或丈量的意思 因为几何学来自于呢 这个尼罗河经常泛滥 当时的罗马人 丈量土地 产生几何学 所以丈量土地 叫geometry 我们再读一下这三个字 先读第一个地质学 geology 再读地理学 geography 好 再度最后一个几何学 geometry 好 这句话中呢 有零星的两个小词 第一个就是run 这个词 表示延伸延展 它是一个不取勿动词 另外就是我们三个 有跟地理学相关的词 地质 什么几何学 这个字头geo 表示大地 但是最最关键的是个语法知识 就是全部倒装语序 希望大家牢牢地把它掌握住 并且可以尝试在生活中咱们写作文中试试能不能把它用上 好 这句话重点就给老师学到这里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